穿梭山林兼扛石块 默默的守护山景 这是由一群步道义工们 他们在太鲁阁国家公园 徒手来修复步道 不使用大型的工具来干扰自然环境 14年以来 贡献无数 穿梭在山林之间 扛着机械搬运石头 一步一步的修复地震之后 受损的步道 他们是太鲁阁国家公园 管理处的步道义工队 就是材料 我们是尽量就地取材 就是像太鲁阁国家公园 它就是借它很多 我们强调手作步道 是不希望有大型的工具 会对环境 或是对人文历史的部分 去造成干扰跟破坏 所以我们是以人力 可以攜带的这些 检疫的工具为主 最成功的手作步道 是能够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而有经验的义工本来就不多 加上年龄的限制 在20岁到65岁之间 泰管处也期待在未来 能够号召有更多的 心血人员加入 我们目前有56位 原来有88位 但是有些年纪大了 它已经退场了 那我们是用官网 公开招募方式来进行培训 然后培训完再进行 你先从自作 你好 对 图正元是义工队的元老 这14年来利用了工作之余守护步道 对他来说是最棒的休闲之一 你把工作完成后 那种满足感 还是对台主人有贡献的这种成就感 最主要就是自己 尽量是自己感到是很高兴的 透过义工的双手修复的步道 遍及了整个泰鲁阁国家公园 不论是山友们喜爱的热门路线 或者是偏僻的小径 都有他们的足迹 只靠着双手和简单的工具 这样的坚持 是为了要把对山林的扰动 讲到最低 泰鲁阁国家公园也希望 能够有更多的年轻朋友 来一同加入步道义工的行列 人间新闻横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